大家很愛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應該第五條片給個LIKE 第五條片給個LIKE 第五條片就講內地猛料 講華人社區小物探路 就不只是內地 因為很多色情在台灣爆出來 我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 無論哪裡都好,記得大家給個LIKE 大中華社會 先不要講話,先講個色情 因為在內地發生了兩件事 我看到很嚴重的事 震撼 第一件事,內地 不死了,是不是印度神童 就講到發生地震 青海,七級地震 還要震完再有七次余震 場景在不同的報章都看得到 因為非常厲害,地動山搖 講到有高鐵隧道就倒下來了 有人,甚至乎 因為在晚上的時候 有報章拍得到 有些女人,甚至乎 走太急了,一陣的時候走 全身赤裸地走出街 不過那時候很冷 在青海那時候 不知道零下幾度 都看見很多人 荒惶逃生 這件事也是嚴重的 另外,除了青海之外 在重慶發生了一個大爆炸 講到這個食堂 懷疑氣體洩漏大爆炸 直接當場食堂移位平地 這麼厲害? 不是核彈級數嗎? 講到死亡人數 我看到不停更新 數數越來越多 暫時看到有16個人死亡了 看到高空鏡頭 這個環境已經被導彈射中了 那個環境已經被導彈射中了 當地展開了一個很嚴重的事故 去拯救 放了很多指揮部救援隊 出去救援 這件事都可以跟大家跟進一下 大事有兩宗 看看你說得有色情的事有沒有 是有的 在內地 這次在內地 很想聽 這件事就說到有個男教師 竟然去猥瑣性侵七名男學生 這些是男事 對,男男事件 在內地這件事 最後這個劣跡的所謂劣跡教師 終於被判了 是否行公刑 不知道 撤撤撤 撤撤 嘩,真的 可能是甚麼 甚麼 雙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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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玩藍藍就要雙艷 對不對 這樣就不知道 當然 台灣有一宗 真是離譜的事 有甚麼離譜的事 說到老爸又去搞女兒 嘩 這些是重判 我們也可以跟大家說說 首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嘩 重慶食堂大爆炸 是怎樣的 好像被中了支導彈 現場情況 我看得到 完全是整個食堂摧毀了 說到重慶市 武龍區鳳山街 在昨天發生氣體爆炸 一街道辦事處食堂 懷疑 這些天然氣洩漏 就爆炸 因此整個食堂就倒閉了 很多人就失去聯絡 今天凌晨的時候 現場應急指揮部 召開媒體記者會 在會上表示 截至昨天晚上 11點左右 造成16個人死亡 另外國務院說到 現在相關的安委會決定 對這件事事故進行調查 要督導 看來國家那邊 對這件事也看得很緊 根據市政府秘書長 新聞發言人表示 他們的指揮部成員楊林 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事發在昨天 中午12點左右 當時 鳳山街的辦事處部分職員 正在食堂吃飯 說到這件事是用磚的運購 大概150平米 經查核 這件事有26個人失聯 截至到星期五 昨天晚上11點左右 暫時已經救出了26個人 其中有16個人死亡 其餘人員全力搶救 其實那時候已經派了很多人出來 找了一群人 500至600個人 消防車陸台 救護車20台 還有百多個醫護人員 全部統籌拿去幫忙 這件事響起警鐘 因為氣體爆炸 之前我們看得到 內地不同的地方 一爆起來 真的是巴格達 那種氣體爆炸是相當誇張 這也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大家用氣體的時候 都要小心 如果天氣很冷 在家裡用打火鍋的 記得開槍 要不然就玩自殺 也要留意 吃神吐吐也會說 打火鍋最重要的是什麼? 頭抽 頭抽 最重要的是那個爐 頭抽 好笑 好 看看青海那邊 是不是印度神童又中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講到青海 發生接近7級6.9克的地震 大地震 大地震 當時說到很多房子 都一定在那裡搖 說到原來地震的時候 是凌晨兩點鐘左右 即是今早凌晨兩點鐘 很多人睡到一半的時候 震醒了 就連亡圖命 我們看得到 有新聞拍得到 有些日文中 甚至乎衣服都穿不及 就立即衝到街上 就說到地震發生之後 很多人在街上不敢回家 就說 這個地震在大陸 青海省的海北州 說到凌晨時間1點45分左右 發生規模6.9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甚至乎西寧市都感受震動搖房 不少民眾都被嚇到馬上離開了 有網友 拍到連呼吸都嚇到亂飛 正常 這件事是正常的 減少 我們看得到 現在的震動 造成蘭新高鐵隧道 倒下來 非常之厲害 我們看得到 有很多東西 山梨傾瀉 包括不同地方都感受到震動 所以 很多人都擔心不回家 中國地震台 網上測定 原來還有七次余震 非常之厲害 他們 死了 印度神童 這些事 台灣又震 日本又震 即是印度神童又中 是 說了厲害 很多人因為擔心強烈的余震 所以沒有回家 接下來 青海省會再開新聞發布會交代 截至今天上午九點 一共 幸好不是很多人受傷 素餘人 四、五個人受慶傷 走得切好世界 看得見很多人 穿著內褲 有些人不穿衣服 有些房屋的瓷磚都倒下來 相當誇張 看到有女人 抱著棉胎衝出來 沒有穿衣服 想想 那段時間是零度 他們零下不知多少度 青海那段 可否給我看一張照片 這樣吧 有個女人沒有穿衣服 這樣吧 嘩 哇 很冷 很冷 你想想 要先拿一張更強烈的圖 這張是更強烈的 沒有穿衣服 你會冷死了 很可憐 是啊 說起來吧 在內地 竟然有這些所謂的男教師 這次是男教師 男藍有什麼好說 竟然去搞七名學生 這件事被人罰了 被人罰了多久 我們也研究一下 男藍我本身也沒有興趣 但她身為教師 我們覺得要了解一下 劣跡的這些教師 沒得做的 何止劣跡啊 坐牢了嗎 搞小孩 我們看到 原來在四川 成都的一個知名中學 教師 姓梁 梁剛 被人實名舉報涉嫌 這個猥瑣多名男學生 家長要求法院 嚴懲和對方賠償 案件在昨天 成都城華區人民法院 一審宣判 說到這傢伙原來 在16年到18年期間 某個成都中學任教 他原來在家裡 酒店裡玩學生 玩了七名學生 說到原來有兩個 還未成年 所以法院認為 上述情況屬於強制性 猥瑣罪 教其他惡劣情節 所以判了他 猥瑣罪成 判坐八年牢 出獄後五年之內 禁止教育行業 都對的 但沒有物理閹割 應該是物理閹割的 如果在韓國那些 又說要物理閹割 等你來吧 我不懂得操刀 很厲害 除了在內地之外 在台灣 竟然又有這種 賤格 受父出現 說到台灣桃園 有個男人 自2017年開始 性侵 威辱 當時小學五年級的女兒 持續了很多年 後者去到報警 才罷首 看看究竟這傢伙是怎樣 這個小妹 這個小妹就表示 她老爸 自從她十一歲開始 每個月趁她同床睡 就會開始摸她 疼她 上摸下摸 說到她上到中學一年級的時候 滿了十四歲 已經被她老爸搞了很多次 很多次 很多次 究竟有多少次呢 我們看看 受父 這個女兒 跟警方表示 她被她老爸性侵 猥瑣 七十三次 每個月幾乎一次 原來有數得計 這件事 走了上去台灣的高等法院 想不到這個 嚴濕老爸 修父老爸 自己的女兒也不放過 法院認為 涉事男子身為人父 竟然做了這些事情 對自己的孩子 做性侵 猥瑣 導致她 身心受創 影響她健全人格發展 所以 判她 才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唉 我還是那句 一句 全部都是浪費 我覺得真的 自己的女兒也搞 女兒還要說她 搞了七十三次 真誇張 真誇張 好 先看看 在內地 有一個人出位 有幾出位 我可以跟大家說 之前說過很多網紅 有些老爸老母 把自己的兒子出來 小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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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兒出來賺食 有些人不停 名門網門 病門等等 想不到 在安徽 有一個人玩到 沒什麼玩 玩到自己的老母 都拿出來玩 先看看 怎麼玩老母 就說到說 安徽省 是一個網紅主播 在直播帶貨裡面 就拿著自己媽媽的遺照 買這些奔喪校母 神經病 唉 真是 不就是拿老母 出來做KOL 是啊 嘩 帶貨啊 拿老母的遺照來帶貨 是啊 她還要帶什麼貨 那些 披麻大校的東西 神經病 這些東西 人家一條龍服務 在那裡 怎麼會你自己拿來帶這些貨 嗯 真是 這個人 這件事 已經被人立案調查 我們先看看 根據網絡視頻 看得到 網紅主播周一瑞 在直播裡面 一邊推銷 銷售這些校母 一邊 就拿自己媽媽的照片出來 哇 還在說 買了我們家這頂校母 真的什麼都 手也不酸 腳也不痛 嘩 真是說到這些東西 神經病 她說 你看這個是我媽媽 帶了三年多 真是離譜 真是完全是低俗 那 也不知道是不是 自己媽媽都拿出來消費 那些網友 真的看得到 完全是接受不到 所以 當地的網信辦 就回應指 警方 市場監管部門 就這件事 就已經介入調查 這件事 又不關警察事 其實 警察會 調查 是啊 但這件事 其實是 這件事 好像道德上 不是 在內地覺得 這些有違規就是犯了法 這樣嗎 犯了法就要為警方出現 是 看看網友這樣說 說什麼呢 網友這樣說 為了搏眼球 連媽媽都消費 真的絕到一絕 看得到 以後呢 有人說 以後一提網紅 就當傻佬看得到 那又不行 在內地有些真的離譜 但有些是正正常常的 就像你所說 又不可以一蓋而兩 一觸高就打得選人 是啊 這樣也不對 在香港 以偏概全 香港就一觸高打一百人 觸高玩打一百 一百八十觀 是啊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 就不可以一蓋而讀 那 就想不到 只是玩到這樣 好 先看看 說到現在台灣發生了幾件事 我們可以和大家一起跟進一下 在台灣 哇 嚴重了 說到張化市 一個華陽街 一個文宅裡面 在昨天發生火警 哇 燒死了一個七歲的男童 另外屋主和兩個年輕人都受傷 那麼 當場也說到消防火勢撲滅之後 就要調查一下 說到攝氏民居姓陳 一家五口住在裡面 一樓用鑽砌 二樓用鐵皮搭 事發當時 就是凌晨四點幾 二樓用鐵皮屋 首先是著火 四十歲的屋主 就發現濃煙 帶著九歲的兒子 就逃出 十三歲的女兒 就自己逃出去 但是那個年輕人的媽媽 因為晚上工作 就不在家 但是說到 原來他還有一個七歲的兒子 七歲大的兒子 來不及逃生 被困火牆 最後 由消防員發現救出 當時說到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就是這樣說的 鐵皮屋 不過 我們之前經常說 台灣很多地方 都還是很古老的 那種感覺 看看會不會台灣那邊 不知道會不會 因為他們經常一燒起來 就很誇張 香港建築物條例的 防火都做得很好 但是劏房又差一點 當然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現在很流行 插著所有東西 又煲水 又電話 又充電 又用電 USB也好 都是 所以這些都要小心用電 隨時都引起火警 就不好了 台灣有一件事 除了火警之外 又爆槍戰 哇 台灣很厲害 那些槍戰 很簡單 隨時就拿了槍出來 你之前說 駕駛 駕駛 大家那些三寶 台灣叫三寶 那些 那些 不懂交通規矩 沒有交通守則 那些 亂咳線 香港就縮骨射駁 老蜜土 台灣駕駛有些三寶 大媽 那些 我忘記了 總之 都是奇怪的 有什麼事起上來 就吵架 拿擂台軍 但是台灣這件事 不知道談判什麼 竟然就爆發槍戰 竟然就玩到這樣 我們看看吧 我說台灣 嘉義院東石香 在日前爆發這間槍擊案 原來是關一個退休警員的事 一個姓侯的退休警員 懷疑因為這些有利益的關係 跟一個姓張的男子發生衝突 兩個人員聊聊一下 就不是講手 好 就講槍 雙方人員深夜 晚上拿著槍 互相搏火 那姓張的男子 頭部中槍就送完 就經過 警察方那邊 就認為 有三個人 殺人未遂 違反槍炮 火力刀汰 管制等等這些罪名 就被人拘捕了 當然 你跟一個退休警員 搏火 人家有訓練過 說到這件事 就非常之厲害了 懷疑 是被人拘捕出來 所以台灣那邊都很恐怖 有理沒理由拿著槍出來打架 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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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拿刀劍 拳腳 香港就拿拳腳 但是呢 在台灣就拿刀槍 好 看一下 說一件事 說到中南山出來說話 他說西安的疫情 出現了一個轉變位 這個轉變位是什麼呢 我們先看看 他說內地 首先說一件事 新冠疫苗接種率 已經超過83% 他說 他說計評估 理論上 中國內地已經出現了 某一程度的群體免疫 他在一個研討會上 就跟大家分享 他說 就這個西安本土疫情 看看西安疫情 這個確診數字連日下降 所以說到 他覺得應該的轉變點 就已經出現了 在一個極嚴的防控措施 看來應該是效效 至於對於農曆新年快到 疫情會不會對民眾出現有問題 有影響呢 鍾南山就說到 沒有風控的地區 即是低風險地區 市民自己可以做好這個防控大前提 有條件 回鄉下過年 又不用完全停了 也是的 不過 說到現在好像西安 有一點點降溫 但是深圳那邊 又好像出現了 不明個案 說到說多個景點 地鐵站都要關掉 糟了 到處變了 好像玩地區一樣 陰公 這裡又隔出來 那邊又縮下去 說到內地 新冠疫情的疫情持續 廣東的深圳 就在昨天凌晨開始 重點 那些從業員定期核酸檢測 發現 竟然發現 有兩宗確診個案 而這兩個人病發前 去過的地方 涉及多條地鐵線 餐廳 超市等等 鑑於疫情 深圳機場要求 這些機場 這些航空站口 等船位 即是後船區 需要 持續48小時的核酸檢測證明 有一點像香港 很容易引開 深圳市 昨天召開防疫記者會 公佈了兩宗確診個案 兩個人是夫妻關係 之前也提及過 他們原來在羅湖區 現在根據 深圳市委建委公佈指 初步調查之後 他們這兩個人 主要活動的範圍 都是搭地鐵的 涉及很多條路線 很多間超市 那接下來會不會 需要封呢 我相信 要看看會不會有 所謂的地區爆發 如果有的時候 我相信 都會馬上封 大家不要想太遠 想到自己香港的先 現在這麼多人 在築高灣 很周高 台灣那邊 我們看完香港 內地那些 台灣的疫情依然都很厲害 他們那邊 他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陳時中也宣布 今天新增了四宗 這些確診 本土確診個案 我們也提及過 之前 桃園機場 有三名金桑歌友會的相關人員 糟糕 這些都是唱歌跳舞派對 所以說不要去 跳舞群組 跳舞群組 陳時中被人問到 接下來會不會加強入境限制 他回應 暫停飛、停航 全部集中檢疫等措施 會對台灣的民眾不方便 暫時他們都不會實施 另外台灣最新的輸入個案 多了58宗 很多 對啊 因為輸入個案都比較多 這個時候大家都覺得 你沒辦法 那個模式 各地區的玩法都不一樣 這個世界的玩法 對不對 數字一定會比較多 這個都明白的 但是有些事情 說到 在內地鄭州那邊 現在就像香港 金糖食 不讓人玩 吃糖食 鄭州 河南鄭州 接下來 十二點開始 他們就會開始禁糖食 應該 因為鄭州就多了 二十四宗 這些確診本土的確診數字 他們為了 集中管理 之前好像曾嵐三這樣說 嚴格防守 所以他們在星期六開始 會嚴金糖食 只是給外賣自取外賣 另外會加強 拿餐外賣管理 現今取餐人員進入經營場所之後 都要戴口罩 另外拿餐要保持在米距離 好像香港做得不錯 這些就是抄 你抄或我抄都是這樣做 兩個星期而已 參考 你可以說是參考 抄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工作就可以了 兩個星期了 香港怎麼辦 第一晚第二晚第三晚 大家在家裡吃飯 有一件厲害的事 怎樣 那裏說有個兩歲小孩 油水肚子 那件很噁心 是不是 很噁心 搞到池水變黃 然後 然後 竟然 肚子變黃即是賴一子 賴一子 賴一子 賴到別人的池水上 然後 人家就問他賠錢 他父母嫌貴 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看看是不是真的很貴 喝光他 哈哈哈哈 不賠錢喝光他 真的 加冰給你 好不好最多 好噁心 好噁心的 原來內地有家長 日前帶了一個兩歲大的妹妹仔 去一個私人親子游泳館上學 期間沒有按照規定 穿紙尿片 誰不知 女兒突然之間肚子 導致噴到泳池的池水都污染 時候 泳館需要關閉 徹底消毒一番 所以這個泳館就要求 女童的家長賠2,100元人民幣 2,100元而已 我覺得不太貴 你給吧 喂 整個池都消毒了 是不是 要你的水都喝光 有家長認為 這個2,100元實在太貴了 他不會賠 那更香 他跑去 傳媒求救 怎樣求救 就說他屈我 誰惹你 那你馬上被捕魯 你屈我 這瘋子 傳媒說你喝了他 如果不賠 他在傳媒求助之後 事件曝光 夜來網民熱烈討論 有很多人批評 涉事家長不負責 暗暗的說 直指2000元 即是良心價 這樣也不願意賠 是不是真的是 原來自己忘記就拍攝影片 其實人家那邊也有考慮到一件事 為何用2100元去算數呢 你又不是故意 你真是肚子,明白的 那些少要賠錢給別人 別人都要賺錢,封了牆 但這件事,別人覺得無理取鬧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要賠錢 賠得少,益了牆 就像你說的,不賠就喝了牆 你喝完牆,我說你很厲害 即是想不到 喝完給兩千元,又怎樣說 何止兩千元,拍片 為你猜了五分鐘,說你讚好 這麼厲害,直播,怎樣也好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要為自己 這些過錯,這些事都是 內地通過了 年輕人失敗了,大人要負責 這些事,是不是 既然人家整個江水都黃 那當然要負責 所以告訴大家 這些事要小心處理 好 好 那今天時間到這裡 看看下一集會不會又是佛日新聞 應該就不是的 OK,拜拜 拜拜